今天排进来的案子测案 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财政委员会排下来我的案子 其实这个案子是在两年多前吧 我为了当时要反对院版的证锁税 所提出来的对应修正版本 只是我不知道说 后来我们院版的修正案已经修过了 为什么我的案子还留在我们财政委员会里头没有审 所以我要先谢谢赵伟今天帮我做宣告 我的案子其实已经不存在审查的意义跟价值了 那么接下来我是不是请我们财政部的张胜和张部长 我们请张部长 省委好 部长您好 部长其实在最近大家所关注的证锁税 从您就任的第一天 就是在面对跟处理这个问题 我还记得您当时在仓促的情况之下 临为受命接任部长 就站在这个台上 那么我们当时也曾经跟您救教过 您心目中认为最好的一个税制是什么样的一个税制 我可不可以请部长再谈一次 已经长久以来在税务的单位待了这么久的心得 我相信您应该是一个专家 最好的税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税制 其实我们念税的有一句名言 叫做旧税就是良税 旧的税制就是好的税 不要不断的去更动它 所以证锁税当然不是旧税 因为它一直都没有存在过 那也十四两年也修改了两三次 所以说讲白点 所以这么久其实在这两三年来 其实我们并没有苛责部长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了解 郑锁税这把火不是部长点的 部长你接任部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灭火了 那么这把火当时既然点起来了 那么显然当时的主客观环境 当时的经济的状况 当时的社会氛围 也许郑锁税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空间 但是当时过境迁 到目前为止我们走了这几年下来 我们会发现坦白讲 就如同您刚才讲的 旧税可能就是好税 就是良税 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 郑锁税一次又一次的被提出来 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又被修正回去 那么显然在台湾现行的相关的税制里 郑锁税恐怕目前并不太适合 以现有的方式来推动 那么我或者讲的更白一点 我会觉得所谓一个好的税制 第一政府要收得到税 在收这个税的同时 不能够影响到其他的税收 至少政府在这个税制上要能够收得到钱 第二这个税制不能够影响到产业的发展 那么第三我们才能够讲到其他大家希望所赋予税制的价值 譬如说像公平正义 像分配这个的各式各样的原则 我记得部长你也曾经在这个台上讲过 在税法里头其实没有这么多政策目标的 我们总是在这几年 我觉得社会大众一直期待 政府用一个税制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个税制就解决公平正义 一个税制就解决分配不均 可是税制其实它根本上 它没有办法被赋予这么多的政策目的 是不是部长 没有错 就三大目标 就委员讲得很正确 基本上就是财政收入是第一个目标 然后这个财政收入分配要公平 就租税公平 第三个不能影响到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 所以就三大目标 三大目标之间 它之间会有冲突 所以要怎么在冲突之间来兼顾 这个动态的调和 这个很重要 我请教一下部长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包含这一次的证锁税 我们政府究竟针对证锁税 立过了多少次法 其实在郭婉荣 他七十八九年提出来 以前有课过一次 所以大概可以说 这是第三次了 那么显然这三次都并没有成功 我们必须坦白的讲 虽然当时部长您曾经讲过 先求有再求好 但是当我们发现证锁税 先求有了之后 显然距离好 有非常大的一段距离 而且似乎很难达成 我们不得不再继续做修正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在税制整个调整 跟检讨的过程当中 证锁税已经卷土重来过三次了 那么这三次几乎都已失败收场 我认为这一次的证锁税案的调整 我们有必要为它彻底的划下一个据点 如果这一次我们能够把证锁税的争议 彻底划下一个据点 那么至少在过去这两年的纷纷扰扰里 我们还得到了一点基本的意义啊 如果说最后吵完也只不过是像民进党所说的 全盘这个撤销掉回到原点 那么就如同刚才赖世保委员讲的 再过五年再过个十年 搞不好证锁税在第四次卷土重来又要再立法了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的党版 决定要把证锁税里头 含有证锁税的精神这件事情彻底的入法 如果照我们现在修法的一个方向 2.5跟0.5等于是正式的跟全国民众宣告 证锁税里头就包含了证锁税 也等于正式的向全国的民众宣告 证锁税未来不可能再以其他的名目再进行立法了 因为它已经含在这千分之三里头了 那么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的原因 因为也唯有如此的修法 才能够彻底的杜绝掉正所税的争议 否则等一下再过了几年 大家这个看到经济环境变好了 不晓得哪些这个学者又一时兴起 又来高喊公平正义赴税公平 然后又要喊有所得就要磕税 然后正所税又再来一遍 那么我们台湾的股市又要再受一次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与其一次又一次的来接受这样的冲击 不如就在这一次彻底的来画下句点 部长 委员你刚刚讲的那些话我完全认同 而且完全正确 就是正所税不要应该这些纷扰应该落幕了 而且为了杜绝以后的争议 因为当股市好起来 大家看到股民在赚钱的时候 那个公平生就出来了 为什么他赚的钱不磕税 那如果有了 所以0.5他已经磕了 就争议 这就是政府最为难的地方 当股市好的时候 非股民就有压力到政府来 说股民在赚钱 为什么有所得没有磕税 可是当股市不好的时候 全民承受这样的一个经济跟财政的冲击 所以我认为政府有必要在这一次针对这个论证 针对这样的一个论战 我们必须来画下句点 但是第二个部分我要来跟部长来报告的就是 刚才菲鸿泰委员也提到 在这个礼拜五的党团会议 我们会针对究竟要设算跟核实并存 或者只维持设算制来进行讨论 在我个人的立场 我赞成只维持设算制 为什么我要持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长期以来我一直跟部长反应的 这不是我们执政党单一的问题 这是民众长期以来对税捐机构的不信任 所以你只要有核实制存在他们都会担忧 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门 然后政府随时可以借着核实制来进行这个税收的查核 所以我会认为与其让民众再有这样的一个忧虑 不如我们就干脆回到设算制 这是最简单最单纯 而且在税收的过程当中也是最方便计算的一个模式 部长 委员 我刚会委员赖委员的时候我有表达过 有核实当然就代表比较符合所得税的精神 那设算和核实股迷可以选择 不过大家可能不了解选择 就会有那个担忧 说是不是看到核实以为都要核实 其实是他可以选择 你选择设算国税级就没有核实的问题了 原本我们保留核实不外乎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保留了所得税制的一个精神 另外一点也是让股民多了一个选择 如果你并没有赚这么多钱 你可能是亏损的 你用核实制对你来申报 坦白讲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但是坦白讲部长我会觉得 因为现在民众普遍的显然对政府不太信任 包含我们上一次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部长已经一再又一再的宣誓 我们绝对不会运用任何的管道 去做不正当的查税 或者是没有意义的查税的动作 可是我看到的到目前为止 这些中时户也好 这些大户也好 甚至一般的散户 对政府这样的宣誓都不太买单 所以我觉得与其留下这个隐忧 不如我们就干脆一点 我们就维持设算制了 那么这样子坦白讲 用设算制来进行这个磕税 一方面对报税者来说相当的简单 一方面对政府来说也很容易计算 更重要的是让民众没有这样的忧虑 而我们维持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同时 我们又把正所税的争议 正式的落幕来画下句点 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远比民进党回到原点 将来随时可能会卷土重来会好的非常多 所以这一点我先表达我个人的立场 然后跟这个部里头来做反应 也希望部长来做参考 谢谢你